歡迎收看古奇環點名 那今天整個大盤大幅度的震盪 12點以後往下大跌 我們今天會好好的跟大家談 目前階段你要怎麼操作 那我剛剛標題我講過 我們今天一檔股票 我昨天一直跟大家談 我們前幾天卡位的怡頂 它今天創新高 這個我們等一下談 我要你解釋你手中的持股 這個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目前股票呢 它有存在有三個形態 一種形態就是大帳小回 另外一種是小漲大回 該漲的時候沒漲 漲一點點 大盤一跌就中錯 那另外一種形態是最重要的 趁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今天跌75點 它是做最後洗盤 那個才是你要卡位的一個時機 就如同之前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賺到怡頂 還有之前為什麼會賺到金財 金財昨天漲停 就是因為大盤在中錯的時候 你去卡位你才賺得到對不對 這個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談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拉回了75點 我們看K線 打個地方不一樣 量比較大對不對 今天1400元 那我們對照這一天10月27號 這天也是差不多1400元 這兩個量是比較突出的 在上面整理的過程當中比較突出的 那這樣來看的話 第一個我一直跟大家談 你要抓住整個國際股市的方向 台股一定會跟國際股市接軌對不對 那當然這中間一定會有震盪 那目前國際股市方向還是向上的 也就是說我們也一樣把大盤的季線抓住 它是向上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明天要關盤的重點 這兩根大量對不對 我們把這裡拉近 這一根大量的低點 10700 剛好也是這個景線位置 那明天它最好不要開低跌破 像在這一天黑K線以後隔天是怎麼樣 它是開高的 開高危機就化解了 所以明天開盤會很重要 那10700守住 那如果沒有守住的話 也不代表說大盤要往下中錯了 我講過的季線是向上的 沒有守住的話 你手中的一些弱勢股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今天 今天大盤 他沒有破對不對 手術僅限 但是很多股票它往下破底了 我一直講到你要換股你都不換 那今天的標題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檢視你手中的持股 那我們再看一下OTC OTC漂亮多了對不對 今天這根黑K線它也是帶大量 但是我認為它只是換手量 跟這裡一樣嘛 你每一次OTC 因為OTC的整個操作呢 它跟大盤不一樣 OTC呢 很多中時戶大戶都卡在這裡 那大盤呢 外資呢 用它來操控台子 所以OTC是一個重點 那你不要看到OTC大量 你就以為它是做頭 沒有 重點是在持股 你有沒有錯過這幾個買點 每一次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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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錯過對不對 它目前兜頭架構 季線兜頭架構 這裡也有支撐對不對 所以重點呢 是你手頭的股票 我剛剛談到什麼 你目前股票 你要去注意 有些大漲小回的 什麼是大漲小回 很簡單嘛 像金彩 它昨天漲停對不對 今天還有高點 它今天只跌一點點 這種叫大漲小回 像智元 從40幾起到50幾 稍微拉回 這也是大漲小回 這些呢 都不用太緊張 第二個呢 小漲大回的 這事情大條了 那事情很大 該漲的時候它沒漲 稍微跌一下呢 它馬上就破底 有沒有這種股票 有沒有這種股票 我很簡單講 像TPK陳宏 今天就破底嘛 我說多久了 我說幾個月喔 叫你要賣嘛 那你沒有賣 它今天破底了 你找賣的話 你跟著我去卡位 像金彩 像智元 它都往上走啊 你看到這種走勢 你不羨慕嗎 一路一路往上走 今天拉回又怎麼樣 一堆股票往下破底 撫內掌精彩 昨天漲停對不對 今天拉回 一點點沒有關係嘛 撫內起100塊 小蝴跌也沒有關係 這些呢 它都叫大漲小回 還是兜頭架構 小漲大回的你要小心 那最重要是這個 趁勢最後洗盤了 這個你要趕快上車 我們常常聽到 很多人在談 退潮的時候 你才可以知道 誰在裸湧 它意思就是 大盤在跌的時候 哪些股票它沒有跌 它才是真正的籌碼穩定 這個才是重點 你要把這種股票換掉 卡位這種股票 你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大盤這裡不是頭部 我再講一遍 資金行情 除非全世界都在跌 不然台股它不會 自己形成一個頭部 問題是你手中的持股 我昨天講過 你手中持股是持有一手好牌 還是一手爛牌 那如果一手爛牌的話 你很容易檢視 你手中持股如果今天大跌的話 那就是一手爛牌 那你要不要換股 你要注意喔 還有一些融資相當高的 你要換這種股票嘛 我們下一段會跟大家講清楚 有哪一些股票 它值得你去注意 但是你手中 你要檢視你手中的持股 那另外面呢 這個我也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是我們公司 一年只有一次的一個活動 大家都很清楚 我幾乎都沒有在做一些促銷活動 因為我們扎扎實實的帶會員賺錢 但是這個是配合公司的一個活動 那我也盡量去配合 一年一次一次就結束了 那想知道詳情可以打電話進來 那重點是你手中持股 你要去卡位那些即將大漲的股票 就跟之前我帶你卡位的像 像普瑞對不對 像智元 像之前的新唐 這些股票為什麼卡位 它都是趁著大盤 在拉回OTC在拉回的時候 去卡位你才有機會賺到波段 你才有機會賺到大波段對不對 沒有人叫你去往上去追價 但是有些股票該拉回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卡位 你才有機會賺100塊嘛 趁大盤跌的時候你一定要冷靜 你怎麼樣去反敗為勝 那如果你不懂得怎麼樣操作的話 如果你要找軍師找幫手的話 趁這個機會 趁這個機會 我很少會有一些促銷活動 這是配合公司 我們休息一下 運搭頭部慶祝雙十枚 各聯合會 一年僅有一次 錯過再等一年 立即了解 贏了27810909 27810909 運搭頭部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搭頭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課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部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運搭頭部慶祝雙十一 各聯合會 一年僅有一次 錯過再等一年 立即了解 贏了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主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搭頭部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部 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現場 我想我們前幾天 我有跟大家修這一張圖 記不記得這一個雙敵往上走 這一張就是今天逆勢創新高的 乙頂5289 那乙頂之前我們也跟大家提到過 這一檔股票 從這裡逐雙敵然後往上走對不對 它一開始它都是慢慢漲 甚至在洗盤留一個下影線 對不對 那這個下影線是拉回到支撐區 它就收上去了 那接下來它就往上走了 它今天它就創新高了 它就往上走了 它今天它就創新高了 對這裡到這裡對不對 我是不是都有交代 我們叫會員續報嘛 你看到這種股票你會很羨慕 那如果你提早換股的話 這一段 它可以把你賠的錢慢慢的緩敗為勝 創新高 它為什麼會創新高 它為什麼之前蹲著在這邊逐雙敵 因為這個時候季報還沒有公佈 季報公佈以後 它就往上走了 因為11月10月對不對 它有包括月報 你要充分的去了解 它的一些基本面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整個操作 不要問我有沒有內線 我說我是很用功的老師 從基本面去找出成長的股票 從技術面找出它還沒有漲 籌碼很穩定 當你卡位以後 很自然的 因為你的看法跟法人跟一些專家 他們的看法是一樣的嘛 所以很自然你就能做教 當你瞭解基本面 你懂籌碼面 你製造技術面的介入點 你根本不要消息面 你很自然的 你只能往上走 你就賺到4塊半 那包括前幾天的 這一段 漲多少 應該一成以上有嘛 那做股票有這麼難嗎 叫你換股有這麼難嗎 你一定要等到它一路往下跌 然後你才開始緊張 我相信今天你會開始緊張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OTC上個月底的低點對不對 是不是也是剛好以頂卡位的低點 那目前這一個黑K線又下來了 那你要不要卡位 另外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大盤這個地方 你要注意今天大盤跟OTC 它下跌幾乎是同步的 為什麼我畫這個曲線 如果有些股票的尾盤 是拉的比較高的 那些股票你要注意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我們之前的股票 我說致圓 我們目前還在啦 我們昨天減碼一半 它從40幾漲到50幾 那昨天我們減碼以後 它小幅拉回今天尾盤上去 它有沒有 你比較一下大盤 事實上它是相對大盤 強勢何況它漲那麼多了 那你看一看其他的IC設計股 今天就有多少 所以致圓相對的是一個比較強勢 你怎麼樣去選股 今天致圓跌這樣 它漲這樣 這個叫大漲小回對不對 之前也有大漲小回嘛 這種股票安全沒有關係 我們昨天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減碼 那我不太想講 因為我們是坐轎的 坐轎的人在高點 你賣在高點內 對朋友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盡量少講 那這一檔股票還是持續看好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金財 金財昨天漲停 它今天本來要順勢往上拉的 大盤不好 它也拉回整理 今天下多少 下一點點了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 那普類漲100塊 拉回一點點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 我們先看大盤 大盤佔全資股最重的 電子股 台積電 鴻海 大力光 對不對 台積電今天落空盤 落空盤大概 大概佔了15點 大盤裡面75點 裡面有15點 它是鴻海 是台積電跌的 那鴻海也跌 大力光也跌 然後你有沒有注意 IC設計 蓮花科也跌 跌不少 然後另外核塑也跌 這裡面這些都跟什麼有關係 跟iPhone族群 Apple有關係 那那一些股票 因為之前有盤頭 所以它的籌碼會比較亂 所以它今天會跌得比較多 我舉個例子 我們看一下核塑 你為什麼不換股 這是空頭走勢 我隨便拿一檔我的股票 它都是多頭走勢 那一來一回差多少 為什麼不換 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下跌的排行榜 這是大盤 這是OTC 我先聲明 我對任何一檔股票 我都沒有偏見 我只跟你講 一個頭部型態的股票 你要去換 我沒有針對哪一檔 那我們從這裡稍微看一下 還有這些股票 就是比較活潑亂跳的 投資人 賞戶投資人很喜歡的 很喜歡追價的 今天跌了8% 8% 那經國光也套得很慘 那另外TPK 今天也跌了大概7% 那另外你看一看OTC 我只是要你去檢視 我們不用放大 我只要你去檢視 你的股票 如果在這裡面的 那個你要賣 目前階段 是強者很強 弱者很弱 這些股票 你都要賣 我舉TPK做例子 因為TPK我講了很久了 或者我們可以以後 把這個擋住 我要講的是這個型態 這個是頭部型態 今天是否判斷 大半不判斷 你一定要跌到什麼時候 你才會死心 那你要去查他從 他從什麼時候起漲的 他起漲的價位這裡看不到 那我另外再問你 你為什麼賠錢的 你是買進你不會賣 還是你去追價套牢的 還是你去追價套牢的 我說 資源 漲那麼一大段了 我剛好在昨天 減買一半 那我們還保留一半持股 這一檔股票我們持續的看好 我們隨時會回補 我只是告訴你 你要會買 要會賣 對不對 你跟著我做 我會買 我會賣 那你套牢是因為你不會賣 還是你最在高檔 那如果最在高檔 那就很慘喔 這會瞭到這種型態 這一檔也是一樣 頭部型態嘛 破底嘛 大方沒破底 破底 破底 你再看一下我常講的 郁金光他會不會破底 慢慢看嘛 該賣要賣 該換國要換股 我跟大家談一下 我說目前呢 你要去尋找 最後洗盤的 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才容易找到鑽石 對不對 哪些股票抗跌 哪些股票在做最後洗盤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包括前幾天我們就講的 像木德 他是頭肩底架構 這裡是不是很好的買點 他今天收一個上下的大十字K線 那你認為他會不會創新高 我認為他會創新高 這個底部架構對不對 那你可以查他的基本面 非常的好 那另外你再看一下紅碩 一樣嘛 今天還說紅 你要尋找這種股票 這是木德今天尾盤 這是紅碩今天尾盤 那這些股票呢 一檔一檔的 你要去卡位 去足底去買進 你將來才有機會奏教嘛 那不然先前的我們的新堂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普瑞 我們的金彩 為什麼都往上漲 我說過來 我只負責帶會員 低檔卡位 往上拉抬是法人的責任 我絕對不會帶會員去追漲股票 剛剛講的很多股票套牢的盤頭的 你為什麼要去追漲 為什麼要去幫別人抬轎 你反過頭來 你跟著我坐 我帶你卡位 我帶你坐轎 前面賠的 重新再來嘛 把握機會 很難得的機會 我幾乎很少在做促銷有活動 那這是配合公司的活動 想打電話進來去瞭解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運達頭顧好看 都在這裡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新打電腦慶祝雙十位特典運會 一年僅有一次 錯過再等一年 立刻了解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很多觀念 我一直想讓投資人去了解 現階段你的操作觀念 我剛剛談過像OTC的概念 大盤它只是台子有關係 你個股你要看OTC的型態 這是一個多頭架構 而且全世界都在走多頭 這是一個資金行情 你重點在的 你要趁著它這些地方 資深的地方去做一個卡位 你才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 而不是老是去追價 老是去跟別人抬轎 老是套牢 老是盤頭 套牢又不賣 那越賠越多 等到哪一天你真正死心的賣掉的時候 80%那個地方就是底部 趁現在的時候去做一個換股 你還有機會 我們簡單再看一下 像這種 你還沒換股 將來你想要換一頓 它一定是在頭部 一定是在底部 那我們再看一下目前這個階段 你們看一下OTC的位置 這是9月底10月底對不對 跟現在它拉回 為什麼這些股票能往上走 為什麼我們能賺到 為什麼普類能賺100塊 因為資金行情 因為我了解基本面 技術們壓回了切入點對不對 籌碼面 包括最近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種股票 你要去注意這種足底的股票 這種抗跌的股票 這種最後洗盤的股票 你才有機會賺到大波段利潤 而不是往下大跌的利潤 把握最後機會 你認同我低檔卡位 撞波段的 他們公司的這個活動 把電話撥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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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